大家好,我是朵朵爸 上个视频分享了在电脑上用Photoshop这个软件处理试卷 解决打印变黑的问题 看评论,反响比较强烈 这集再分享一个如何用手机处理这种照片 我演示用的是华为手机和苹果手机 软件用的都是手机系统自带的图库相册照片APP 我想其他手机的系统自带的图片APP也应该有这种功能 如果没有,大家也可以安装第三方软件 处理图片的思路都是一样的 可能第三方软件会更好用,更方便 在手机上调整图片的思路和电脑版的Photoshop类似 上集介绍的那个Photoshop调整的是图片的色接 但我用这两款手机自带的照片应用 图片编辑里没有调整色接这个功能 虽然没有调节色接功能 但是照片编辑里这两款手机 它都有调整对比度和亮度这两项功能 调整这两项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我们先以华为手机为例 首先进入手机系统自带的应用图库 选好图片 点击右上角的圆圈可以查看这张图片的信息 可以看到原来老师是用VivoX20A拍摄的这张照片 图片分辨率和文件都很大 打印是没问题的 下面有一排按钮 中间的那个按钮叫编辑 我们点击编辑 进入图片的编辑界面 这个图片编辑界面最下面那一排有四个按钮 分别是修剪、滤镜、调节和更多 我们在这点击调节按钮 这时在这排按钮的上方又出现了一排图标 前面那两个图标分别是亮度和对比度 我们先调节对比度 先选中对比度的那个图标 然后上边会有一行虚线 我们按住中间的那个圆圈 向右拉 拉到最右侧 它有个竖直 默认是0 最右侧是10 先拉到10 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对比按钮 查看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变化 修改之后 照片整体会变白 但是这还不是我们最重要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办法 选中亮度 再把亮度中间那个圆圈 向最右端拉 默认是0 拉到最大是10 这个调整方法和对比度是一样的 然后再点击右上角的对比 以上两个步骤是把图片的对比度和亮度都拉到了最高 在调整的时候 照片整体会变白 我们要注意照片中的文字是否会失真 是否会发虚或者消失 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是 让白纸更白 文字更清晰 白纸上只剩下文字 没有其他的杂色或者是灰色 然后再点击右上角的那个磁盘的图标 那个是保存 再确定保存更改 保存之后 圆图那个灰色的图不会消失 项色中会保留圆图和修改后的图片 修改后的图片分辨率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比圆图的文件大小尺寸变小了 估计是去掉了很多灰色 让图片信息量变少了 虽然文件变小了 但是同样可以打印 它只是去掉了那些我们不想要的灰色的信息 上面介绍的是常规方法 下面再分享一个特别的方法 可能不适合所有手机 大家仅供参考 我发现华为手机自带的图库APP 它有一个自带的滤镜 这个滤镜的名字叫硬像 这个硬是坚硬的硬 这个滤镜有点意思 进入方法是 还是先进入图片的编辑界面 然后点击最下面那排图标的第二个图标 叫滤镜 在滤镜里选择第三个叫硬像 这个硬像滤镜 它会把照片彩色的照片变成黑白色 去掉彩色 这个滤镜也可以调整参数 这次我们把圆圈向左拉 并不是向右拉了 是向左拉 让画面变得更白 向右拉画面会变黑 默认是5 我们向左拉 拉到0 然后再点击右上角的对比按钮 这个设置 最后的这个效果也是OK的 然后再点击右上角的保存按钮 使用硬像滤镜的效果和 手动拉高对比度亮度的效果差不多 最后生成的文件尺寸也差不多 只不过一个是彩色的图片 一个是黑白图片 我们可以放大细节来观察文字的清晰度 我通过上面介绍的方法调整的这张图片 文字细节保留的是可以的 下面再介绍苹果手机上的修改方法 我们先进入苹果手机自带的应用 叫照片 打开需要修改的图片 点击右上角的编辑 进入图片编辑界面 苹果手机的图片编辑界面 最下面那一行有几个调整按钮 第一个是裁切 第二个是滤镜 我们进入第三个 点击第三个图标之后 上面会弹出三个选项 我们点击第一个叫光效 然后这个光效下面会展开一个下拉列表 我们找到两个参数 一个是亮度 一个是对比度 先点击对比度 点击之后下面会出现一个可以调节刻度的选项 我们左右调节刻度 先找找感觉 我们的目标是让图片变亮 然后再点击刻度盘右上角有一个图标 是三条横线的图标 那是一个按钮 点击后 它会展开一个刚才我们看过的那个下拉列表 这次选择亮度 我们还可以看到 刚才调整的对比度的数值是1.00 其他数值都是0 调整亮度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左右调整刻度 让画面变亮 然后再点击刻度表右上角的按钮 可以看到 这时候亮度和对比度都是1.0 都是最高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点击右下角的完成按钮 由于每张图片信息不同 调整参数也不尽相同 不过都可以先把对比度和亮度调到最大 看看有没有文字失真 这个视频教程介绍的几种方法 基本上都可以达到和电脑Photoshop调整色阶类似的效果 大家的手机的品牌和系统不同 操作方法也会有差异 但是我感觉现在的手机系统自带的相册相片APP的编辑功能 应该都有调整对比度和亮度的选项 如果没有 各位也可以下载第三方图片处理软件来调整 在这就不展开了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帮到你 如果有问题欢迎评论 谢谢收看 我们下集见